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恶劣连环杀人案 凶手喜欢用钉子刺穿受害人的手脚和肋骨 每次命案现场的尸体形态都和耶稣受难的样子类似 像是在进行某种宗教仪式 镶头转开来到女孩秀静身上 她正在被一个看起来十分不善的男人跟踪 秀静十分害怕 连忙给好友迎真打电话 但因为家中信号不好接电话需要出门 性格懒散的迎真并没有接秀静的电话 等再次知道秀静消失时 秀静已经冲被一具冰冷的尸体 凶手给迎真打电话 说原本死的人应该是迎真 但秀静代替迎真死去了 这让迎真非常的后悔愧疚 在这之后的每一天 迎真都努力寻找线索 希望能够找到杀死好友的真凶 一晃时间就过去了整整十九年 无人知晓首播即收视夺冠 两集后收视飙上百分之九 瞬间收视更是高达百分之十一 剧本扎实反转惊人 根本就猜不到结局 故事主人公是已经成为女刑警的迎真 由韩国知名女星金瑞亨饰演 无人知晓中 金瑞亨摇身一面成为英姿撒爽的女警 善良正直 绝不放过任何一个罪犯 就算倾尽所有也要为好友报仇 追捕罪犯时黑暴全场 堪称有史以来最帅女刑警 剧集最大的特点是绝对猜不到剧情发展的 高能反转 在第一集 杀害好友秀静的凶手就出现在迎真面前 凶手再次反案 挑衅一般将杀害财团女理事的视频 发送至英真的手机 而后在英真面前自杀 自杀前 凶手癫狂表示 我没有杀人 我是在救他们 瞬间勾起观众好奇心 想知道究竟为什么 观众会认为杀人行为是救赎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 剧集中还有另外一条故事支线 那就是邻居男孩高温的故事 高温就读于新城中学 新城中学的背后是新城财团 新城财团和新生命教会息息相关 更巧的是 杀害修静的凶手是新生命教会的人 故事元素众多 包括惊悚 悬疑 反邪教 校园暴力等 信息量特别大 需要仔细铺垫细节 再加上故事中 有19年前和19年后两个时空 前两集节奏稍微有些慢 看起来稍微有那么一丝混乱 但是只要坚持看到第二集结尾 你就会发现 这是一部值得准时准点等更新的好剧 第一点 体现在故事中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 除去女行警英真之外 还有邻居男孩高温 新城中学老师李善宇等诸多角色 编军意料 刨出好几个烟雾弹 看似重要的角色 不到几分钟就领了盒饭 存在感几乎为零的人 却笑到了最后 每一集都有意料之外的反转 让人叹为观止 第二点 是多年前连环杀人案的迷雾重重 凶手逃一整整19年 眼看着诉讼时效就要过去 不用受到法律的惩罚 却突然再度出现并犯罪 这一行为不符合常理 想而易见 凶手的死亡是一个诱饵 在这之后 还有更大更黑暗的秘密 等待婴争去挖掘 千文中提到 无人知晓中 凶手杀人的原因是因为爱 千两集已经将线索抛出 告知观众 这个所谓的爱 和新生命教会有关 他们信奉 死亡之后能得到永生 教会 学校 财团 这三者之间 究竟有着怎样的关系 想而易见 编剧下了很大一盘棋 剧集中对于 悬疑惊悚氛围的渲染 做得很不错 开场时凶手一步步逼近秀静 不管秀静怎么挣扎 都没能避免被害 凶手给英真发送 凶杀现场视频 敌暗我明 把观众看得金睛胆战 生怕凶手会突然出现在 英真的面前 将他伤害 所有情绪都是层层递进 看起来十分过瘾 最后的大boss是邪教组织 这一点毋庸置疑 是对韩国现实社会的嘲讽 也是对邪教盛行的警示 英真将怎样抓捕罪犯 邪恶组织的势力有多大 最后的结局会是什么 我们拭目以待 好了 今天就给大家推荐到这里 如果还有想解说的电影 欢迎评论区和谈主留言 下期不见不散